國內又爆出了共諜案 一名溫信臺商疑似被對岸統戰單位吸收 前後拉攏兩名統促黨幹部加入 涉嫌替退案在臺發展組織 涉案的統促黨員 更被發現是退役的校級軍官 高雄高分檢監將三人 以違反國安法起訴 將受兩岸關係 有自己一派論點 這名溫信男子經常兩地亡犯 但身分背棄底不單單是台商 與兩名統促黨幹部都是共諜議員 檢方二十六號已違反國安法 對三人提起公訴 檢方調查溫信臺商常年在對岸做生意 被統戰單位找上 協助吸收我軍官 涉嫌拉攏的兩名統促黨成員都曾是退役校級軍官 兩人享受了免費招待的中國旅遊後 允諾中共統戰高層吸收現退役軍官 自探軍情也不間斷 爆出共諜議員國內部是投一回高等法院之前才宣判一起多名現退役軍官 重金利誘下加入共諜大本營 其中一名退役軍官更早已叛逃中國 全案關鍵人物也是一名台商 共諜案連環報連監委也關切提出調查報告直至民國九十到九十九年以及一百到一百一十二年 共諜人數相比從九人變成破百人 暴增超過十二倍 反觀保房經費編列不增反見 要國安高層好好重視 我國在緩情報這方面的機制上有一些問題 人員也相對來講 我們的邊線比也不足 或者是好 我們的經費其實也不然 中共手段已變在變 不止雜錢吸收 旅遊招待要求在台發展組織 現在滲透房市也有給承諾 配合暫時不抵抗 對岸敵對勢力勢必得勝防 否則危害的只會是我國安 記者傳官訊成立峰 台北高雄報導